今晚来共同欣赏的是 初焦 明 阳慎 高田如楼梯 平田如棋局 白鹿呼飞来 点破央真绿 此诗通过诗人的视角 勾勒描绘了南方山香水田的优美附属 诗中有画 镜中有洞 最后一句尤为点睛之笔 将春日郊外的田丑景色 写得秀丽如画 美不胜收 高田如楼梯 平田如棋局 二句写水田的形态 欲知以楼梯 棋盘 都熟整翅之美 写出了高田和平田的壮观 高田系仰视所见 层层如楼梯 平田系俯视所见 纵横如棋盘 田棋井井井有条 央苗掌视喜人 通过诗人视角和所处的位置变化 描写了不同方位的田野的景色 白鹿呼飞来 点破央真绿 第二句写一片绿油油的央田 呼飞来了白鹿 让央田 让央田天上活气与亮色 让静谧的画面带有动态 诗人画用万绿丛中一点绿的诗意 写出万绿苗中一点白的奇观 墨具是画龙点睛之笔 诗眼在点破二字 从艺术表现手法来看 此诗看似信守年来 其实独具匠心 全诗以郊外踏青者的目光 为描写的触角 先由仰视和俯视 描绘了从远处到近处的 央苗所染出来的浓浓春色 从而突现了南方水乡水田的静态春光 紧接着目光随突然掠来的白鹿而转移 再被点破的央真绿的特写镜头上定格 由镜而动 再配置以色彩的强烈对比 鹿之白与央之绿 使得戛然而止的诗篇更富有自然的情趣 这首小诗写的是春日郊外水田的景色 勾画了南方山乡春田田野的秀丽景色 诗中油画 镜中有洞 全诗用极其浅显而流畅的语言 捕捉了西南山乡水田的典型春色异象 在一坡坡修整的非常精致的梯田旁 有一片片棋盘般的平整水田 犹如一望无际的绿色地毯 偶尔有白鹿飞来止息 点破如针芒般的绿色央田 留下洁白的身影 好了最后我们再来一起诵读一遍 出交 明 阳慎 高田如楼梯 平田如棋局 白鹿呼飞来 点破 阳珍绿 市场 往归 股票 吉田 包 座 导 sint